大家好,歡迎來到新視野,我是浩天 5月6號星期五,賓夕法尼亞州參議院共和黨初選 出現了不同尋常的一幕 一大早,川普總統在電報群說 今晚我在賓夕法尼亞州為奧茲醫生舉行集會,一會兒見 同樣一大早,前國務卿蓬佩奧舉行電話記者會說 奧茲醫生競選參議院引發國家安全問題 在我們的記憶中,這是蓬佩奧首次公開挑戰川普總統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蓬佩奧這麼說奧茲? 奧茲如何回應?川普為什麼要背書奧茲醫生呢? 4月13號,川普宣布在賓州共和黨參議院初選中 支持穆罕默德奧茲醫生 他這一宣布,如同在共和黨內投下一枚重磅炸彈 當即讓黨內許多官員,他的一些顧問和支持者感到震驚 不理解 但也有很多表示理解和支持的 左媒則心得樂禍,說 川普支持奧茲,讓他的支持者出現分歧 在民調中,奧茲得到了川普總統的支持後 他以微弱的優勢領先 另一名候選人大衛·麥考米克緊隨其後 今年2月,麥考米克得到了蓬佩奧的背書 5月4號,賓州共和黨參議院候選人進行電視辯論 奧茲遭遭到拷問 他過去的言論,如支持墮胎,反對個人擁有槍支 都成了被對手質疑的畫柄 這場電視辯論對奧茲很不利 再過兩週,5月17號就是初選日 情況相當緊急 在這種情況下,川普馬上舉行集會力挺奧茲 遏制電視辯論負面效應的蔓延 星期五晚上的這個集會,之前沒有看到任何預告 所以,我們估計,是臨時緊急安排的 當地還下著大雨,也沒推遲集會 我們再說蓬佩奧這邊 星期五上午,蓬佩奧舉行記者會 主持人就是他背書的麥考米克 看起來,他似乎知道川普有集會之後 才舉行記者會的專門針對奧茲 在記者會上,蓬佩奧釋放了核彈級的消息 說奧茲競選參議員將威脅國家安全 蓬佩奧的主要觀點是 穆罕默的奧茲一生由於與土耳其政府和軍方的關係 而構成國家安全問題 並呼籲奧茲的競選團隊提供一個解釋 以便賓州人能夠做出正確的決定 蓬佩奧對記者說,他對奧茲的優先事項有疑問 包括奧茲在2018年土耳其大選中投了票 在國營企業工作,還有在土耳其軍隊服役 蓬佩奧在擔任川普政府的國務卿之前 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他說,根據自己採取安全許可的經驗 這些問題需要得到回答 因為在確定奧茲是否有資格獲得國會議員許可時 會提出這些問題 當天,奧茲的競選發言人布列塔尼·亞尼克 給福布斯發出一份聲明 當中說,奧茲在土耳其選舉中投票沒有任何安全問題 奧茲已經表示,如果他當選參議員 他將放棄土耳其公民身份 也就是說,奧茲擁有美國和土耳其雙重國籍 說奧茲與土耳其政府和軍方的關係 可能就是指他在國企工作以及在軍隊服役 這對土耳其公民來說是正常的事情 如果他在美國擔任公職 他放棄土耳其國籍後 就符合美國的相關法律要求了 聲明中還還擊了奧茲的競爭對手麥考米克 說,這些是大衛麥考米克對奧茲一山的可悲仇外攻擊 他應該為自己感到羞恥 他失去了川普總統的支持 採取了悲傷和絕望的攻擊 那麼,川普為什麼沒有支持麥考米克呢? 實際上,在賓州這個參議院競選中 川普去年首先支持的是蕭安·帕奈奈奧 後來帕奈奈奧因為家庭原因退出了競選 奧茲只是在帕奈奈奧退選之後宣布參選的 由此可見,川普一開始就沒有選擇為麥考米克背書 麥考米克目前是對沖基金、橋水協會的CEO 曾經在小布什政府擔任美國財政部 國際事務副部長 為了競選參議員,他聘請了過去川普競選團隊的成員 加入了他的團隊以拉近他跟川普的距離 川普在經過第一個四年後 可能對小布什政府的高級官員都不敢輕易接受了 更重要的是,川普選擇的是能夠在11月中期選舉中獲勝的人 賓州的情況跟俄亥而類似,曾經的民主黨州有許多工人勞動者 奧茲就像接地萬事一樣,可能比萬事還要偏左 按照過去的政治光譜來衡量,奧茲應屬於保守的民主黨人或支持者 在集會上,川普譴責了在競選中政治攻擊奧茲的人 包括指責他擁有雙重國籍 並在2018年參加了土耳其的投票等事情 川普還說,你知道,他們花費了數百萬美元 這是華爾街,人們有很多錢,大量的錢 他們花了數百萬美元,對得他非常不公平 在川普看來,麥考米克的背後有華爾街勢力 川普演講時,專門請奧茲登台講話 星期五,奧茲在集會上也做了發言 從他的發言來看,拜登上台這15個月 已經把像奧茲這樣的保守左派推出了民主黨圈子 而且有很多這樣的保守派民主黨人 奧茲是一名外科醫生,也是一黨脫口秀的電視名人 從發言中看,奧茲還是一名反共人士 他說,世界其他地方都在看著美國 他們看到,中國是一個控制性的威權監視國家 他們看到,在15個月前,民主催生了川普總統 如此出色地發揮資本主義的作用 但是,這麼快就被拜登毀了,這似乎是超現實的 這就是我們為之販鬥的目標 這就是為什麼,川普總統 你在這裡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全世界 先生,上帝保佑你 他還說,喬拜登唯一重建的更好的是共和黨 拜登讓我們更加想念川普了 他說,川普正在為拯救賓夕法尼亞州而戰 他正在為更多而戰 當你拯救了賓夕法尼亞州的靈魂時 你就拯救了美國的靈魂 在集會前,奧茲在接受Newsmax的採訪時 談到了一點,對共和黨人應該很有啟發 他說,在賓州,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多 共和黨人只要對保守的民主黨人多一點愛 他們就會投票給共和黨人 他說,你能拯救了賓州的靈魂 你就能拯救了美國的靈魂 可能是指,賓州是美國的縮影 共和黨要能容納了保守的民主黨人 在賓州做到了,在全美國就能做到 這個情況,川普應該早就看清楚了 他在演講時說,就在這裡 在賓夕法尼亞州,首先要提名的就是到目前為止 最有可能贏得今年秋天賓州參議院競選的人 是我的朋友穆罕默德·奧茲一生 至於川普和蓬佩奧的關係 在川普離開白宮後,看得出來他們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這可能跟蓬佩奧擔任國務卿時 沒有公開希拉里的電子郵件有關 當時,川普曾在一次公開的場合批評蓬佩奧還沒公開 蓬佩奧答應要做,但最終不了了之 對蓬佩奧來說,希拉里在國務院的關係網錯綜複雜 也許有難言之處 在本質上,蓬佩奧和川普之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矛盾 蓬佩奧對奧茲的擔憂是出於對國家安全的考慮 川普支持奧茲是為了美國優先 他們支持不同的候選人也很正常 在這次演講中,川普直言已經改變了共和黨 就像我們在5月4日的節目中分析的 川普正在成功地改造共和黨 川普特別提到了美國優先共和黨 是常識之黨和美國夢之黨 他說,我們的國家陷入了大麻煩 星期二俄亥俄州初選的主要結果 他們只是最新的證據 證明我們已經改變了共和黨的面貌 謝天謝地 我們現在是勞動人民黨 但我們真的是每個人的黨 我們就是黨 你知道嗎?我們是一個有常識的政黨 最近有觀眾朋友留言說 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 說川普改變的是共和黨的文化 更重視族群的利益,而不是黨派的利益 恰好是民主黨人和共和黨犀牛最重視的 蛻變的民主黨,再排除一己 取消文化,也叫做革命文化 確實是,川普畢竟是神選之子 對人寬厚仁慈,不分黨派 他說的美國優先共和黨 其實就是美國人優先的共和黨 川普說,被破壞的2020年大選 已經導致民主黨摧毀我們的國家 拜登和激進的左翼民主黨人 已經把平靜變成混亂 把能力變成了無能 把穩定變成了無政府狀態 把繁榮變成了貧困 把安全變成了災難 川普批評了民主黨對犯罪的軟弱政策 並把撤資警察搞成了一場運動 他說,民主黨就是犯罪之黨、混亂之黨、死亡之黨 不管你討厭這麼說還是喜歡這麼說 他們都是死亡之黨 按照川普這次演講對民主黨的稱呼 未來美國很可能沒有民主黨 那叫多行不易必自閉 我們的觀眾朋友裡 可能有民主黨人或民主黨的支持者 你們可別介意 川普說的這個民主黨已經不是傳統的民主黨了 而是被極左勢力操控 在掏空美國 拜登現在做的就是敗家子幹的事 川普呼籲支持者們 在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為公共安全投票 他說,共和黨是法律、秩序和生命的政黨 川普繼續說 是的,你知道還有什麼嗎? 共和黨就是實現美國夢的政黨 真的是美國夢的一個黨 而美國夢正在從你們身邊被奪走 如果你想讓我們的國家對暴力罪犯更安全 那就投票給激進的民主黨人 如果你想讓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和守法的美國人更安全 你就必須投票給共和黨 川普說 從現在起六個月後 賓州人民將投票解僱激的左翼民主黨人 而你們將派奧茲醫生在美國參議院為你們而戰 你們將選出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真正的美國優先的共和黨人 川普抨擊了喬拜登以及潰敗的阿富汗撤軍 並允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他說,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危險的時刻 因為現代武器的力量令人難以置信 他們不知道如何與普京打交道 他們在錯誤的時間說了錯誤的話 川普批評拜登 他們對心理學一無所知 也不知道如何結束這種瘋狂的行為 數百萬人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死去 他們只是在錯誤的時間說了錯誤的話 這種事本不應該發生 慘缺地說,不應該允許這種事情繼續下去 川普強調,中期選舉需要一場壓倒性的勝利 讓激進的左翼無法操控或竊取它 在一定程度上說 如果你以足夠的優勢獲勝,他們就無法操控 但我們也在非常密切地關注他們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密切 在演講的最後,川普總統說 今年我們將奪回眾議院、奪回參議院、奪回美國 更重要的是,在2024年 我們將奪回我們美麗的白宮 但首先,我們必須確保奧茨醫生在初選中大獲全勝 好,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再見